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说的 它的定位接近于飞度 但是08-09年出来以后 它没有飞度卖的好 为什么呢 定价评高 我们摆动过亚力士 车子振兴不错 VVTI的发动机 1.6的机器动力澎湃 而且油耗不是很高 08-09款的亚力士配置比较丰富 做空确实是不错 但是亚力士现在也在不断演化和升级 新款的叫浸炫 智炫 有三箱二两 两箱二两 就是广汽丰田和一汽丰田 它的车型都有对应关系 就是智响 智炫 维持 维持FS 实际它就是同一种车 不同公司的产品 配置外观各有欠求 您说08-09的亚力士 这只车有1.3的 也有1.6的 通常来说价格在3万左右 11年的要贵几千块钱 在3万5左右 实际买这样的车 买哪个年款得针对具体的车 就是说车况好 里程少 过手少 这车都能用住 具体买哪一台还得针对实车 总体来说3万多块钱 买一个这样的小排量日系的自动档车 真的挺靠谱 我家里边曾经就有过一台 09款的亚力士 用了大概两三年 也没有什么毛病 油耗也不是很高 车型小巧玲珑 空间还不小 拉4个人到5个人 可以接受 是一款不错的车 如果您预认合适的车 可以出手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就到这结束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卡汽车 点击并在下方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 为大家做一一解答 请大家继续观众我们吧